大家好,我是Trisha,歡迎收聽安波足球快訊 馬聯球星拉舒福特日前接受《泰雲時報》採訪時透露 在坦克來到馬聯前自己一度想過要離開球隊 被問及是否想過在2-1-2-2賽季結束後離開馬聯 拉舒福特承認他這樣說,在坦克來前他真的有這樣想過 在這項足球運動上一切都會發生,但都是有原因 而對拉舒福特來說,坦克是正確的時間來到球隊當中 而在過去的一個賽季,他獲得了更高的自由度和穩定性 令他得到了嘗試和展示自己的平台 他是好享受取得入球,亦好喜歡助攻 希望可以在前鋒這個位置帶給對手一些麻煩 他亦都這樣說,過去他們是有些死板 有時他無法好享受這個足球比賽 他曾經在這個狀況之中 所以他無法想像之前這樣踢球 這個情況是影響了他自己的表現 最終亦都影響了他,令到他好不開心 所以當時的他,完全不可以說踢球踢得很好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,就記得按LIKE 還有要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再Share 給你的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,Bye Bye